真的要不失眠 我們真的也不知道怎麼過 奶奶力好苦 吃剩一個擁抱 老奶奶真的好感謝警方幫忙 去年10月 大孫子在泰瑪梨海邊溺水 不久愛慕了女兒又離開人世 獨聊老奶奶一人 撫養三名年幼的孫子 不忍心老奶奶辛苦 台東泰瑪梨分出所圓 緊張秀文 時常利用休假時間 去探望老奶奶 一有空都會來看 然後就跟小朋友玩 30歲的袁緊張秀文 原本是名幼教老師 去年考上警察並分發到台東 得知老奶奶家的狀況後 決定伸出援手 聖誕節的時候 有送禮物過來給小朋友 然後就是想帶小朋友到市區 就吃個飯買個鞋子這樣子 對 阿姨幫我拿新鞋子 就像一家人 張秀文過年前 帶著小朋友出去玩買新鞋 讓三姐弟心中充滿感謝 都說要用夠念書 將來也要當個 照顧民眾的好警察 玉璃所村長 明明文妳好 我們高興為妳朋友 同樣是暖景住人 花蓮玉璃所遠景 日前夜間巡邏時 發現一名女子帶著兩名小孩 在大雨中流落街頭 馬上上前關心 並將三人帶回派出所 我們因為跟她的前夫吵架 被她前夫趕下車 看到那麼小的小朋友 在路上淋雨 也是感到非常不捨 最後警方不但提供食物衝擊 還將母子三人互送回家 讓女子相當感動 人民保母平常不但打擊犯罪 關心民眾的溫暖舉動 也讓整個寒冬都溫暖了起來 記者許玉璃 廖威 李宜璇 台東花蓮報導